大小姐到 大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大小姐 老爷已经逃亡上京了 整个沈氏集团已经被那个十三占领了 我们也赶紧撤离吧 是啊 大小姐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你们闭嘴 这个十三逼得父亲逃亡上京 沈氏集团也分崩离析 死仇不报 我咽不下这口气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当年我双亲意外身亡 是父亲收养我 才有我的今天 若是不能帮父亲夺回沈氏集团 我又有何颜面去上京跟随父亲 沈小姐 我们现在真的不是那个十三的对手 我心意已决 谁再多言一句 定当不饶 丁 尊敬的宿主 您今日的响乐内容是 一 现金二十亿 二 最先进光刻机一排 三 体质加十五 我去 居然有光刻机 还是最先进的 加上前两天的芯片图纸 念念姐跟唐博士肯定需要 系统 我选择一二进行今日的响乐 将光刻机兑换成永久 丁 恭喜宿主 现金十亿已到账 光刻机已送达 使用期限为永久 晚宜 这两天适应的怎么样 都很不错 实验室我也挺满意的 你满意就好 有什么需要吩咐人去办就行 绝对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不过说实话 有些实验器材实在是太落后了 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念念姐 唐姐姐都在忙着呢 十三 你早上是不是又给我转了十亿 嗯 不过跟我说不差钱 见过砸钱的 没见过这么砸的 还真每天十亿啊 十三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送一件好东西的 我敢肯定你们绝对喜欢 什么好东西 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纳米的芯片方案 你哪来的 能够帮上你就好 其实我们不差设计图纸的能力 就是缺少好的光刻机 小虎 把东西推过来吧 是 十三先生 这 这是 这东西我只是见过设计图纸 应该是还没有问世 可以制造一纳米芯片的光刻机 天呐 十三到底是什么来头 这都能搞到 这是光刻机 没错 我相信有了这两样东西 无论是对念念姐 还是唐姐姐 都是很有帮助的 哎呀 十三 你太厉害了 我爱死你了 万一你冷静点 吓到十三了 那个不好意思 实在是太激动了 这可是一纳米技术的光刻机呀 国外都还没制作出来呢 只是在图纸阶段 十三先生 不好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审视集团的股东们突然反水 要将你提出股东大会 到底怎么回事 是审核的一女审优维搞的鬼 她说要将审视集团从你的手里抢回去 重振审视集团 我知道了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就好 你暂时稳住他们 是 十三先生 沈优维 有点意思 这个审核不咋地 倒是养了个好女儿 十三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放心吧念念姐 没什么大事 我先走了 优维啊 跟十三先生作对美好下场的 是啊 优维 你看看你爹的下场就知道了 闭嘴 一帮蠢货 审视集团就是败在你们这群废物的手中 尤威 这是审核让你这么做的 我的事无需你们过问 审视集团不可能落入外人之手 今天我话放在这里 你们必须将十三踢出股东大会 若是不从 就休怪我翻脸无情 真是没想到 审核那个废物养的女儿这么有种 十三先生您来了 你就是十三 没错 就是我 很好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退出审视集团 将大权交付于我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若我说不拿 那我只好让你在江州消失了 在这里 我 HOLCT 靠近 就在这里